原标题 古代最愚蠢的一道圣旨 只有短短六个字 让近代中国落后世界几百年圣旨 是古代皇帝统治国家的最主要的手段之一 在持续几千年的皇权至上时代 皇帝是权力金字塔的顶端人物 皇帝的圣旨 对于天下臣民有着不容抗拒的约束力 如果违反了皇帝圣旨 就等同于大逆不道的造反之举 等于是在挑战整个统治秩序 会遭到超加灭门的严厉惩罚 古代这种一人治天下的统治模式 有一个致命的缺陷 国家兴亡往往会与皇帝个人的见识能力 紧紧绑定在一起 如果摊上个商赵王 隋扬帝那样的昏暴之君 整个国家的前途和依照生命的命运 都会成为他个人的牺牲品 即使摊上个唐太宗李世民 宋太祖赵匡敬那样的有道明君 他们也往往会因一时之好物和个人情感波动 做出错误决策 下达不靠谱的圣旨 引发严重后果 在几千年的古代历史中 中国无论 经济实力 武备实力 科技文化水平 在世界各国中 一直处于领先世界水平 一度是让周边各国顶礼膜拜 西向往支的超级大国和强国 然而近代以来 中国却莫名其妙地突然落后了 各方面发展 迅速与世界强国拉开差距 特别是科技水平 已经与当时世界先进水平产生代差 足足落后几百年 以至于出现大刀长矛对抗羊枪羊炮的奇观 是什么样的原因 导致这种恶果呢 追根溯源 是与一道荒唐的圣旨密不可分 众所周知 近代中国落后的一个根本原因 就是长期奉行闭关锁国的错误国策 对整个世界关上的交流的大门 主动割裂了与世界的科技 经济 文化交流通道 这个错误之举 极大的阻碍了中国的发展 面对周边世界 庞博兴起的跨时代的技术革新 以及一股又一股改变世界的全球商业大流通浪潮 古代皇帝们却闭目自听 视而不见 观起门来做天子 沉醉在 天朝大国患梦中不能自拔 长期把自己孤立于世界发展潮流之外 故不自封 倘此以往 被世界强国超越也就不足为奇了 古代闭关锁国的具体表现 就是臭名昭著的海迹 明清两朝开国之初 面临的海江形势都不太平 明朝初年 东南沿海屡屡有沃寇出没 反抗明朝的残余势力 有很多都篡浮海上 民间私下进行的海外贸易 也非常昌盛 清朝初年虽然没有沃寇 但有海外正成功等反清势力的长期存在 也使得清朝皇帝坠坠不安 于是 明清两朝都实行了严厉的海进国策 明朝的海进出现过两次中断 朱元璋死后朱棣登基 就置他老爸的圣旨于不顾 派遣政和大张旗鼓膝下西洋 敞开胸怀拥抱世界 此后到了龙庆帝在位期间 实行了著名的龙庆开关 都让明朝海进出现了难得的窗口期 使得海外贸易交流一度恢复 然而 随着朱棣和龙庆帝的死去而人亡正希 海进再度恢复 而到了清朝 更是把明朝留下的海进当成治国良策 顺旨 康熙 乾隆等几个皇帝都曾不遗余力 大刀阔斧执行海进 甚至一度在东南沿海制造了纵深三十里的沿海无人区 以彻底切断一切海上通道 连渔民下海不渝都不许可 明朝两朝的海进 始作俑者就是明太祖朱元璋 他的一道圣旨 只有短短六个字 被明清两朝当成国策 让近代中国落后几百年 明史记载 明太祖定制 片版不许下海 这六个字圣旨 被史学家建功认为 明清两朝闭关 左国之国策的起源 堪称中国古代最愚蠢的一道圣旨 朱元璋当初这么做 已经矫枉过正 时宜是亿 变法一矣 后来的皇帝们 还一味暴残首缺 最终酿成恶果 参考史料 明史青史稿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